海巡署最大盾位 4000吨级的嘉义舰去年下水 历经10个多月的测试 29号正式交船 将提升海巡署在南海执法 以及医疗的救护能量 嘉义级巡防舰是由台船公司建造4艘 虽然号称4000吨 但因为设计与新舰过程中增加盾位 时机已经超过了5000吨 船身全长126公尺 船宽16.5公尺 最大速率超过24节 能够承受实际强风 续航力可达1万海里 武器系统配备正海火箭炮 20机炮以及3座射程120公尺的水炮 另外还可供空勤总队 以及海军直升机起降 保留飞弹发射架等作战设施 必要时可以进行平站转换 加一件还配备医疗手术室 负压隔离病房 以及体温恢复室等野战医院等级设施 可以用于国际人道救援行动 台湾积极强化南海防卫实力 总统参议为月内两度出席国舰国造仪式 4月中台湾海军的新型两棋船屋运输舰 玉山舰下水 配备也正式对外亮相 玉山舰具备逆宗构型 也配置完整的防空 对海武器以及雷达 玉山舰平时主要负责物资运补 暂时可以发挥两棋作战能力 也因为盾位够大 还可能成为持援首富东沙岛 还有南沙太平岛的重要战力 台湾国舰国造不仅迈入重要里程碑 也是台湾在南海疆域守护的关键 新台电视整理报道